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 银齐都跟你说了 有事吗 找个地方聊聊吧 就在这儿说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上次 上次我因为跟房东 闹了点纠纷 他趁我不在家 把门锁给换了 菜脚那天我又没有带钱包 打电话给我朋友 怎么找都找不着他 我实在没办法 才给银齐打电话 想借点钱的 他那天晚上过来找我 只是为了给我送点钱 我们两个只在酒店门口 见了一面 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果你因为这个误解银齐 我觉得非常抱歉 你跟我说这些事 想告诉我 他对你多么有情有义吗 我听银齐说 你因为这件事跟他大闹了一场班 我什么时候跟他大闹了 苏燃姐 你先别激动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银齐是个好男人 不管我跟他之前有什么 他现在已经跟我提出分手了 我也答应了 他那天晚上找我 就是出于他很仗义 很厚荡 像他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你应该好好珍惜 我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他是不是一个好男人 也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你以为我想来找你吗 我面对你 你知道我心里就不难受吗 我爱他 可是他更爱这个家 苏燃 我可以不再去找他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幸福 太过分了 他以为他是谁啊 我的家庭幸福不幸福 要由他说了算吗 赵明琪是他施舍给我的吗 我跟你讲 这个婚完离定了 我现在就跟他打电话 你可别提这事了 你要现在离婚了 你就重了那剂了 你 你听我说啊 他今天明着 是去给你们俩消除误会 暗地里句句都在挤得你 挑拨你和赵明琪之间的关系 你还挑不出他的毛病 赵明琪是去给你们俩消除误会 赵明琪外边这个女的 她不是一般人 咱们是低估了她了 她今天根本跟你说 赵明琪衬衣上那口红 怎么蹭上去的 她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就不相信那口红 是飞到赵明琪身上的 我倒觉得 赵明琪没说谎话 肯定是她自己活生生 投怀送抱 然后还不跟你提这个茬 给你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让你越想越个影 小样 跟我们玩心眼 姐 我告诉你 咱们不理了 我现在给赵明琪打电话 我告诉你 你干吗呀 这是小孩过家家吗你 开什么玩笑啊你 那 那你就让她舒舒服服的上位啊 让她住你的房子 睡你的老公 花你的钱 还打你的孩子 不敢 她 她有什么不敢的呀 她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出啊 就是因为她知道 赵明琪要跟她分手 她坐不住了 然后她又从赵明琪 那个傻貌的那儿知道 你现在情绪比较激动 所以跑这儿来拱你的火 然后让你再去跟赵明琪闹 一边推一把 她不就有机会了吗 这招够狠的啊 可惜她运气不够好 她碰着我了 姐 我告诉你啊 追婚不能离 起码现在不能离 有我给你支招 你看咱们怎么跟她斗 苗苗 我不想跟谁做游戏 我也不想跟谁抢 我只想要一个简简单单 匍匐通通的生活 我对赵明琪已经释放透了 华莎愿意抢就让她抢就好了 他们俩将来能不能过到一块 会不会还有王莎 李莎 这都是赵明琪的事跟我无关 我这个黄黄离定了 姐 她那么伤害你 伤害你的家 你就随她去了 要是换成是我 我非得花上几年的时间 让赵明琪和这个女人分手 咱们不要男人 别人也别想要 我不是你 明琪 对不起 我没经过你的允许 就去找到苏苑姐 却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去之前我已经想到 苏苑姐不会给我好脸色 但我无论如何 也不想让她误会你 你是个好男人 你值得珍惜 希望她在我这儿发泄了怒火 也就对你消了气 希望你们好好过下去 再次说说对不起 我好达 我吃早饭了吗 我这是你脸色 不是嘛 我真的不想的 黄沙给我发短信说她找你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 对不起 你除了会说对不起 还会说什么 周末有时间吗 有 我周六回去 我们一起跟多多谈一谈 争取周一把手续办了 苏儿 你别说了 你能说的我全想得到 这几天你应该也想清楚了 如果打官司 对孩子更不好 我上班去